欢迎走进老兵说武器 我国低调两栖战车在世界之上又是什么水平呢 来跟我一起了解一下吧 早在60年代我国就生产出了634水陆坦克 路上的移动速度能够达到60千米每小时 但是水上移动速度较慢成为它的最大短板 也很快被时代淘汰 于是对海陆两栖装甲车的需求变得更为严格 而我国便对634水陆坦克进行了改良升级 尤其是升级了海上的作战能力 于是变有了我们熟知的63A 我国进入新世纪之后经济飞速发展 国家的整体实力得到提高 工业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军事实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于是诞生了零武士两栖战车家族 零武士家族的成员各个都是作战的好手 其配备的武器以及性能也是世界一流 那究竟好在哪里呢 相比于之前在海上行走笨重 极其缓慢的老式两栖战车来说 零武士家族的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滑水型车体的设计 滑水型车体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前置的滑水板子 每当战车进入水体后车板会升起 垫到战车底下为海上的行走减小水中的阻力 可以移动得更快 同时零武士家族还配备了大功率的柴油机和大功率滩水设备 这也是这一架架25吨重的庞然大物 能够在水下达到25000米每小时的速度 在以前的基础上实现了速度的翻倍 大大的提高了整个部队的机动性 说到机动性 新式的两栖装甲爱车 统一配备的方向盘设计 首次一体的变速箱还有夜间显示屏 现代化和机动化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是名副其实的海军陆战队 其中ZROT05是突出装甲车极为瞩目 那是因为它的武器系统极为先进 98A是105毫米仙堂炮 可以海对地 地对地的击穿高达一米厚的混凝土 其中还有反坦克炮弹等一系列世界顶尖科技的武器 极大的提高了作战能力 可以说中国的海军陆战队 在世界上的战斗力都是首屈一致 对于我国的海军陆战队 各位军民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受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